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啊 很多大单封出涨停之后,突然出现了很多撤单 这是主力板上出货了吗?股价要跌了吗? 这是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的问题 昨天下午,我这个朋友他打电话过来 他说他高位追了一个涨停的股票 开始的时候呢,封单有五个多亿 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封单就只有不到一个亿了 他就问我,这种现象是不是主力跑了? 他第二天是不是也要开盘就跑? 我相信很多股民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家讲讲,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讲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很多人在这里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主力操作一只股票 有些人是这样理解的啊 主力先低位建仓吸筹 然后再花钱把股价拉起来 最后在高位出货 然后搁了无数的散户在高位接盘 听起来好像很对 但是咱们散户有没有那么傻 就等着高位给你接这么大一个盘 如果主力他们这样操作 到了高位,搞不好连续几个跌停他都出不完 所以说如果你是主力资金,你会选择无限制的,不计成本的吃筹码拉升股价吗? 肯定不会吧 每天都吃筹码 回头发现自己现金枯竭 高位呢又没有散户接盘 股票最后是不是全砸到自己手里了 所以主力资金最想看到的 其实是每天涨停 持仓市值上涨 而自己却没有投入成本 是靠散户拉升上涨的股价 不光是这样 他们还要做到在整个拉升的过程中 底仓要出个七七八八 因为都已经是获利盘了这些 如果不这样做 那么他们手里那么多的筹码 到了顶部一次性怎么出得完 本来这种做法 以前都是油资和机构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的主力庄家也都借鉴了这个手法 关于这种操作手法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不可思议 但是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只要市场的环境好 只要散户的热情高 只要主力资金操作手法好 每天他们都可以实现零成本 轻轻松松拉出一个涨停 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先说主力是如何做到 边拉边撤的 很多主力自己会先买入 拉升一轮股价 然后一轮小幅度的调整 其实就是把筹码交给跟风入场的散户 然后再拉涨停 涨停的时候再撤单 就是为了把手里的筹码 再给一部分散户 因为咱们股票交易是T加1的制度 所以散户当天入场了 他当天就没有办法撤退 而对于拿着底仓和现金的主力资金来说 买入和卖出实现T加0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一只股票从10块钱 涨停就是到11元对不对 那么主力资金常用的操作手法会这样 开盘他就把它拉到跳空 10块零五毛 那么早盘上涨5% 是可以吸引跟风资金入场的 在9点半到10点半交易最密集的这一个小时 涨涨跌跌 让跟风资金充分的买入 主力要做的就是自己逢低托盘 确保总体的走势不放下掉 这个阶段里 主力资金其实是买卖交替的 但是理论上不会出现大量的买入 也不会大量的卖出 重点就是在换手率的控制 要尽量让前面吃仓的筹码 尽量多的了结掉 那么在10点半前后 一轮拉升 大幅度的买入 直接上涨停到11块 吸引没有上车的散户上车 那么股票涨停了 主力除了自身资金风板 就是还有风板组也会跟进来 这个时候 主力就会根据情况 交换一些筹码给散户 涨停板交换筹码 主力资金肯定不会亏钱 还给散户 降低自己的仓位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有一些疑问了 第一个 那就是涨停的第二天 一般都会高开 主力资金 他为什么不等第二天高开再卖出呢 那是因为 主力资金的筹码太多 通常他一两次是出不完的 必须要做到出货的同时 又不能影响到股价的走势 所以涨停板出货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第二个 我们作为散户 看到主力资金在涨停板 偷偷的撤单 我们要不要也跟着卖出呢 我们作为散户 手上的筹码比较小 没有必要提前这对 那是主力资金该做的事 只要股价当天收市 最终是涨停 次日上涨的概率都会很大 所以建议还是要继续持有 最后一个 我们强调一个情况 主力资金封完就撤 撤完又封 多次出现炸板情况 我们要不要卖出 这个在我们市场实际操作中 出现的频率很高 如果股价是在低位的榨板 最大的可能就是 主力筹码没有拿够 短期可能会继续震荡 但主力还是为了拿筹码 如果股价是在高位榨板 说明主力资金手中的筹码过多 在涨停板大量的撤退 如果成交量过大 入场散户过多 还是要建议谨慎一些 涨幅过大的股票 甚至可以直接撤退 建好就收 放弃后面可能会存在的上涨 另外下跌途中如果出现炸板的情况 建议还是撤退 因为趋势没有改变 资金大部分情况也都是在撤退 很有可能次日就会大跌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 老朋友点赞加转发 好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